在我们日常看到的抗争电视剧中 伴随着日式武器的出现 高层军官身上还会佩戴一把军刀 这就是日本军刀 这把军刀就像二把步枪一样 成为了这场战争中的标配 对日本军人而言 这不单单是一把军刀 更是军人们荣誉的和神秘 对他们来说 只有在死亡或者投降的时候 军刀才能离开自己的主人 在我们艰苦的抗日战争中 我们的部队曾经缴获过很多把这样的军刀 但是其中有一把军刀 不仅对于中国人民而言 对于日本人而言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他们甚至不惜花费巨资 也要把这把军刀带回日本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把军刀有什么不一样呢 原来在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候 国民党某部队的营长 曾经上交了好几把日本军刀 其中有一把军刀上刻着这几个特殊的字 正是因为这几个特殊的字 当时一个国民党将军 将这把军刀收藏起来带去了台湾 此后他的家人们也一直保存着这把军刀 就是因为刀上的那几个特殊字 曾让赤留在台湾的日本人 想花高价收购这把刀 那个价钱可以说是天价 这把刀就是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第一次举办进行杀人比赛用的那把刀 曾经有近半百的南京普通百姓 丧命在那把刀下 有人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把刀 就是当时的那把呢 就因为我们在之前提到的那把刀上 那几个特殊的字 这把刀上刻着 南京之意杀107人这几个大字 这正是当时日军屠杀我们南京百姓的铁针 是不能抵赖的铁针 这是他们无法否认的 这也正是日本如此愿意花高价 购买这把军刀的原因 会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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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购乱沙丽的资源 军屠杀 订队 有点刘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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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团 语乱沙丽的资源